嗨勒 大家好我是Pin 那我們今天就玩一下我們Pokemon Master 寶可夢大師喔 那 昨天的話基本上我們去挑戰了阿遜的最初階的關卡啦 但是後來是打輸了 那這邊有觀眾跟哲平講說 就是這邊的話非常建議帶上我們的木手弓 或是跟隊友組成一個木手弓的戰線 因為一開始我們那個就是企鵝的那個就是 他的特防是比較高的啦 所以沒有用一些就是極大的輸出的話可能會打不過喔 所以今天的話我們待會再去打打看 看一下其他隊友有沒有木手弓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順利也把他打過 因為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卡池這邊加倍也是沒有就是其他草屬性的角色啦 所以我目前來說還是蠻想要抽到草屬性的寶可夢 來看一下能打出一些好成績這樣的感覺喔 而且上次那個菊草葉也是很想要抽啦 那菊草葉不知道他是一隻進攻角色還是一隻輔助角色喔 如果大家有抽到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囉 那目前來說我們的卡池這邊是飛行屬性跟格鬥屬性的那個加成啦 所以就還好 那旁邊的話一樣是我們暖暖豬 暖暖豬哲平已經抽到了 所以就沒什麼 沒什麼需要再去抽的了 那目前來說的話最近還是有那個就是交換的東西喔 所以如果你真的就是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打我們素材的話 每天就可以來交換一下這些飲料還算是不錯喔 基本上其實我覺得啦 就是如果你都有在刷素材的話就可以不用浪費這個100塊的金幣 也這幾天有跟大家講過 因為金幣其實算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角色要進化的話就必須去買那個超級貴的那個石頭喔 所以大家就要就是注意一下自己怎麼需要用金幣去買那些就是我們的素材 OK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我們就繼續來打一下阿遜吧 我們看一下能不能把他打贏喔 那我覺得後來出了這幾隻的那個就是 1X關卡好像都是比較特防比較高的 因為像我們那個路卡利歐啊 柯爾尼那個路卡利歐也是一樣就是 感覺也是要用極大速度打才可以喔 那我們目前來說啦 因為柯爾尼那個關卡好像是火屬克屬的嘛 所以我們如果真的打不贏阿遜的話 是可以去拚拚看我們柯爾尼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是有我們的那個就是 煙舞王的 那如果三隻煙舞王全部灌在我們柯爾尼身上的話 搞不好還有那麼一點點機會喔 而且我們裝備也刷了一點點了這樣 所以應該搞不好有可能可以打贏 所以我們今天的話先來再挑戰一次阿遜啦 那如果打不贏的話我們就換打一下我們柯爾尼好了 反正也是沒有問題喔 然後試一下的話則平都會再繼續把我們的裝備給刷一下 這樣感覺囉 好 那我們一樣用我們的羅斯雷朵打一個頭陣啦 所以那樣打法其實就還算還不錯 就是全隊都是努力去打一下我們中間的阿遜 然後其他兩隻的話是等我們一起攻擊的時候 切換成我們的黑魯加 然後用一個一起攻擊來去打一下那個二屬性的 那兩隻寶可夢訓練家喔 應該是還算是可以的感覺喔 好 那我們這次的話隊友是騰騰蛇跟木手弓 那聽我們觀眾講啦 一隻木手弓好像是不太夠的 所以如果一開始兩隻木手弓的話 那還有一點小機會 但是這邊的話可能會比較尷尬一點點 就是看一下啦 如果隊友的話都是攻擊全部打在我們 那個就是冥英身上的話應該還是可以的喔 然後現在就是努力的先看一下 復努手弓能不能打出更多的傷害這樣感覺 好 這邊的話大家應該都是全部灌這隻企鵝啦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的 然後這邊邪力一開始就中斷了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一開始是不是也是要先那個 因為我不知道那個協議中斷是要 多快去疊合欸 因為一開始的話我們應該都還是要疊一下 要害攻擊那些東西喔 哇 他還會放催眠術啊 他昨天好像基本上是沒有催眠我們的樣子 所以基本上沒什麼太大事 哇賽完了 剛講完就被催眠了 沒關係我們趕快換一下彭文夜靈出來喔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加那個就是 我們能量調的話基本上就沒辦法就是 幫忙打一些東西這樣子 因為我們一定要打一些東西我們才可以用一起攻擊這樣子喔 哇 你看剛剛那個 我們木叢弓打下去基本上他也沒有打出很大的傷害喔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那個就是 帝王拿波 就過得很舒爽這樣子 哇賽 是怎樣 然後都不要玩都不要玩 我又被碎了 那這樣的話我這場的話基本上沒有做到很大的效果 因為我們昨天基本上好像他們都沒有在碎我們 或是他們根本就沒碎到 所以就沒什麼事情 結果我們今天一直在被碎耶 哇 尷尬一波 哇 這邊還有那個耶 菊草葉的那隻角色 所以他 哇 他好猛喔 他有兩隻五星草屬角色耶 好爽 哇 你看 邪力都中斷了 都我害的 我一直被碎我沒有辦法啊 請原諒我 我也不想被碎耶 我們現在就是趕快繼續疊喔 又是催眠術 快快快 一起攻擊 催眠神 哇 拍組已經先出來 但是我們在這之前的話應該是可以用到 哇 不行耶 哇 我們這邊沒辦法用到那個一起攻擊 要被打爆了 這邊 他拍組下來的話 騰騰蛇應該還是不會死啦 所以應該是還好 但是 目前來說比較麻煩 就是我們連左右兩邊的那個寶可夢 也都還沒 還沒擊殺喔 所以會比較尷尬一點點 一開始那個是太 太衰了啦 然後旁邊那個局草獵的角色是直接死掉了喔 哇 因為我還沒看到那隻 不知道他厲不厲害喔 看起來的話這樣應該有可能是 我們的一隻那個什麼 應該是我們的那個 欸 是我們的輔助角才對喔 應該是我們輔助角才對 來了 阿遜這個角色真的是蠻硬的喔 他還是特防角色啦 所以有可能可以帶上一些 不知道有沒有一些可以降特防的角色 如果有的話應該還算是可以 好 一起虛攻擊 我們就不要換了 反正就超速打到底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順便轟到左右兩邊 因為 除了兩邊他們如果沒有一直用催眠術的話 其實他們對我們的那個壓力造成起來也沒有說很大 我們左邊也有木手弓耶 哇 大家都有木手弓好爽喔 有沒有 這樣的話直接就是用這樣打掉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就是要先把企鵝轟掉阿 因為企鵝那個防禦太高了 真的是有點誇張 加油 不要死 954 所以像這種關卡的話就是建議大家就是一開始可以先就是 去打爆我們那個 打爆我們企鵝就打爆我們企鵝 因為其他兩隻基本上都是在唱那個睡覺曲的 就就就就還好 是嗎 這個時候要先打左右兩邊嗎 我是覺得先打企鵝吧 因為其他的話其實用我們的那個 一騎攻擊就可以轟啦 就不用一定要去浪費我們的那個 去打其他隻吧 我是這樣覺得啦 不過我們就還是看那個 我們家的木手弓是怎麼樣想 我自己是這樣想的 OMG 有點痛 因為像樂谷海龜這種的話 基本上我們也是可以就是直接用那個 也是可以直接用一騎攻擊來轟阿 就不用一定要把他打掉吧 他們那兩隻也不過是睡覺而已 啊你反正把那個樂谷海龜用出來之後呢 搞不好他們 他們攻擊傷害超痛這樣子 感覺也不是說很好 好 一騎攻擊再一次 好 Nice 然後這樣超鼠轟應該 還算是有機會 而且我們昨天那個人他還有一隻那個 這個木手弓啦 所以應該是 應該是可以喔 我覺得這場有可能有點小機會 因為我們這場完全都在用超鼠的那個 超鼠的一騎攻擊轟阿 應該是轟滿痛的 喔喔喔喔有有有有有有 然後我們這邊把開除拍掉好了 這場感覺有機會喔 我覺得還行 剛剛那邊的話真的還不錯 就是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基本上整場都是帶上我們超鼠的 然後用那個 用那個什麼 用他那個就是一騎攻擊來去打的話其實還算是蠻不錯的 哇不過我們右邊那一隻的話基本上已經被打爆了 所以也很難說欸 因為這邊的話 哇這個企鵝 92級 先開一下終極吸取 三隻屯屯蛇 然後待會拍組開下來的話我們這隻應該會死掉 然後會死掉之後呢 我們應該就是要那個 我們還有兩隻啦 龐王葉林可以再幫忙疊一下傷害 然後 也看人家在那邊疊在那個 哇要死了 完了完了完了 那這邊的話只能叫龐王葉林出來了 那龐王葉林出來的話一開始就要先吃招了 然後吃完招之後然後換成我們那隻 可是我們這邊有一隻那個 木頭弓應該會被打死欸 啊那這場可能又要輸了 所以我覺得一開始如果 都先兩隻木頭弓出來的話 搞不好有點小機會 那我們這邊的話要GG了 應該是沒辦法了 左邊那邊只剩下我們一隻螺絲雷朵 那螺絲雷朵我這邊也有一隻螺絲雷朵了 但是他這邊如果再開一個那個就是 再開一個那個範圍型攻擊的話 我們應該是爆炸了 啊我們現在要睡覺了 睡覺那沒辦法 那一隻木頭弓我都蠻可惜的啦 因為他直接那個就是 範圍攻擊直接打死 然後讓我們那個就是沒了 那就是尷尬一波了 好再換我們螺絲雷朵了 這場其實也是蠻可惜的 而且我覺得中天部分的話 我們右邊那隻木頭弓應該不該要那個 他不該把他的普攻打去打 那左右兩邊那隻中板 因為他打去打那個沒有什麼意義啊 因為基本上用一期攻擊打就可以了 結果反而現在輸出不夠 他如果那個時候如果先 灌中間那隻企鵝的話感覺 我覺得應該是搞不好現在的話 輸出就可以不會那麼的少 因為目前來說我們疊起來的話 應該也是不太可能那個 好這邊有人離開了 因為這邊疊起來感覺也是 不太可能可以打死我們氣了吧 但我們還是要 給自己一點信心 啊我要睡到什麼時候 可以告訴我我要睡到什麼時候嗎 我不會被水砲打死吧 好 會 哈哈 那GG啦 這場真的是GG了 這場的話我覺得真的就是蠻重要的就是 雖然我們這次兩個寶可夢訓練家都有入木手弓啦 但是一開始沒有先叫出來 就是先打一下氣了就蠻可惜的 因為我覺得一開始一定要搶血 在第一波的時候他到拍組的時候 一定要先努力的搶血 要不然打到這邊的話你看就是有點小尷尬 然後 剛剛就是有很多波就是木手弓出來 就是直接被灌掉 然後就沒辦法打到木手弓的東西 因為木手弓其實 帶我們打超屬那個寶可夢來說的話 傷害算是蠻高的 所以這場的話就蠻可惜的啦 而且一開始我還被碎喔 結果就更尷尬一點點 就一直被碎一直被碎一直被碎 但是 其實我覺得我的那個地方的話是還好 我只要幫他們躺攻擊 然後他們就努力打氣了的話 應該還是有機會 這邊我覺得其實就是 那邊啦我覺得他如果不要用普攻去打那個 打鐘擺的話我覺得應該會有一點點 小機會啦 不知道 反正我覺得因為目前來說 我自己也是沒有什麼就是強力的 那個就是五星的那個草屬寶可夢 所以打這些關卡的話 可能就是濃縮度會比較低一點點 就是我可能就是一個沒有配好 或是隊友一個沒有配好 因為我們就等於是少一隻木手弓的輸出嘛 那可能少了這個輸出的話 我們就沒有辦法就是 努力的就是灌掉我們這隻那個帝王拿破 所以帝王拿破的話基本上 還滿多人推薦就是可以帶上那個 這個木手弓啦 那今天基本上打不贏我們那個帝王拿破的話 接下來應該就是努力先朝我們那個 柯爾尼那邊打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 雖然是還有滿多隻就是火屬的角色 還有一隻我們的那個暖暖豬嘛 所以我們到時候應該就是先朝 柯爾尼的那個關卡來打 看一下能不能用我們的那個 那個暖暖豬的那個輸出把它給灌掉 好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啦 如果覺得我們今天的木手弓打得有點可惜的話 可以幫我影片點個喜歡啦 那明天早上十點鐘 我是二點個晚上 五點鐘跟晚上 七點鐘跟晚上 九點鐘跟影片喔 打開來看一下啦 那我的時間前面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